轎車開進小巷弄 速度不慢 前方轉彎處也來一輛車 但轎車急著想先闖過去 右前輪撞到水溝蓋後 一塊大石頭連跳兩下 轎車差點側翻 但失控撞到旁邊的車板 已經擦傷 肇事駕駛酒測值0.40朝標 可能因為喝酒的關係 注意力就比較差 然後他開得也滿快的 路已經夠小條 水溝蓋上還有一塊大石頭 要怎麼過 實際來到車禍地點 當地住戶坦誠就是他放的 因為牆壁已經被撞倒三次 維修就花好幾十萬元 旅屋主水溝蓋上放三角錐 以及加裝反光條 照樣被撞真的是怕到了 但這個做法也引發爭議 本次事故它是放在水溝蓋的外側 是否屬於自家用地 警方仍需要調查釐清 警方近期將道場會刊 一旦確定水溝蓋是公有地 屬於馬路一部分 女屋主恐怕也要連帶夫妻賠償責任 記者當初王書恆評論報導 我們在周邊攝影棚 全天候都是用水繩 空間比較大可以使用的是 這一組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麼如果說空間比較小 兩到三坪左右或在車上 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比較迷你的 水繩烏滑器 在車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來到快點購來買 送水繩一舉兩得 準備了 放水溝蓋 三熊 還有,我們開始